大家好我是红杨 橙子是一种特别好吃的水果 而且它的浑身都是宝 就连它的皮都具有好多的功效 这个橙皮它可以降低化痰 消失合胃 清新提神 所以我们以后千万不要忽略这个橙子皮了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一种橙子皮的吃法 倒入适量的水 把橙皮的代表我们先洗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部处理好后将它放到温水中 再加一勺精盐 把橙皮浸泡10分钟 这样也可以有效的去除橙皮的苦涩味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生姜 把这个生姜先沾一下水 然后在它的表面撒上精盐 反复的搓 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生姜表面的杂质 还有涂在生姜上的辣 搓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再用清水把这个姜洗干净 因为这个姜皮是凉性的 正好可以和生姜的温热中和一下 所以吃这个生姜的时候就不用去皮了 我们先把洗干净的生姜切成薄薄的片 生姜内含有姜稀蛋白质 胡萝卜素粗纤维以及微量元素 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它可以趋寒解饼温热止咳 还可以解毒抗菌 增强食欲 我们把这个姜刺切得更细一些 这样可以减轻新辣味 切好后装盘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将这个橙皮在水中搓洗两分钟 时间差不多时我将它捞出来 用流动的清水再洗两遍 将洗干净的橙皮切成细丝 这个丝我们尽量切细一些 切好的橙皮放到大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大枣 把这个大枣的肉给它切下来 这个大枣的量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定 爱吃甜的就可以多放一点 然后再将它们切碎一点 切好后先放到盘中备用 切好的橙皮倒进一个不粘锅中 先程一定要用小火 然后我们这个铲子要不停的翻动 把这个橙皮炒一下 这个橙子皮的水分比较大 所以非常不容易炒干 炒这个橙子皮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耐心 用小火在这不停的翻炒 千万别将这个橙皮炒糊 炒黑 炒至橙子皮表面没有水分 并且我们看见这个橙子皮明显冰小后 加入生姜和红枣继续翻炒 橙子皮加红枣生姜一起炒 它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它可以以其健体造湿化痰 驱寒出湿解毒消炎 对咱们身体的好处特别的多 全程炒至的时间大约10分钟左右 这个炒得越干燥 它保存的时间越长 炒好之后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到盘中 放凉 这个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放在一个密封瓶中保存 可以保存半年以上 我们的橙子皮姜丝茶就做好了 喝的时候用手捏成一捏 放到杯中再加点荷叶 然后用滚烫的热水泡到10分钟再喝 然后我们可以加冰糖红糖或者蜂蜜 这个既好喝功效还多 有时间试试吧